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2月18號 大陸搜狐網華商韜略的官方帳號 刊載了一篇文章說 廣西南寧的一些網民在網上團購了一批口罩 但是當他們從微商手中拿到口罩的時候發現 這4000個口罩竟然來自於武漢 發貨單位是武漢市總工會 而且包裝盒上都寫有救援物資的字樣 武漢的一名志願者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夠做得到的事情 後面肯定有一些勢力集團在操作 他說 在武漢的醫院現在都缺少防護物資 醫護人員都在求救的情況下 外界捐給他們的物資竟然流向了其他地方 任何人聽了都會憤怒 自由亞洲電臺說 這篇文章已經有6億多人次瀏覽 但本臺記者查證的時候發現這篇名為 4000個口罩奇幻漂流 廠家們賠錢生產救援物資 北微商從武漢賣到廣西的文章 已經被從搜狐網站華商超列的官方賬號刪除 中共黨媒報導說 武漢市武昌醫院院長劉志明 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2月18號早上去世 終年50歲 這是中共官方報導的第一位 在武漢肺炎疫情中死亡的醫院院長 因此引發熱議 網上的消息說 其實劉志明早在1月17號晚間就已經去世了 最早發布消息的是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 宣教中心主任的微博帳號全民健康 不過原文在幾個小時後被刪除 並改為 劉仍在搶救 之後呢 大陸媒體的報導就出現了 劉志明病逝搶救中再病逝的多個消息版本 有網民說 這個過程與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 去世前後的情況相似 網民估計 可能中共官方認為這是負面消息 所以不願讓老百姓知道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